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當我面對這空白的心智 卻又不知如何告訴你 再一次拿起那方向的意義 總不能順利散下去 不知道這是什麼道理 要我先悠悠放棄 並且再次變成習慣 慢慢地裝在孩子樓裡 每當我想再寫信給你 總是不能順利寫下去 每當我想再寫信給你 請那方向的意義 再一次責怪自己 不知道這是什麼道理 叫我先遙遙放棄 是一個保固的人 是叫我暗暗的念著你 每當我想再寫信給你 那裡寫信給你 總是不能順利寫下去 每當我寧望著手中的字牌 再一次責怪自己 這次責怪自己 這是什麼不知情 這是什麼不知情 叫我先遙遙放棄 這是什麼不知情 是一個矛盾的難題 誰叫我暗暗的念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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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